因为我是属于比较直嘛 就是现在说的就是直男 直男 哎呀 这下可不行了 这小伙儿直接把自己的缺点告诉女嘉宾了 看来在相亲的路上 咱小伙儿还是任重而道远呢 我会慢慢去表现自己 也会对女生好 也会是 就是不会做出一些什么别的事情来 我觉得男女是平等的对吧 那我不可能说的 我因为你的出现了 然后我把所有一切放弃了 然后我也不想把我的负担 强加于在你的身上 所以说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人 我觉得吧 我们两个特别不合适 因为我性格比较外向 然后那个他比较门比较内向 然后有可能是没有感情这种经历吧 然后我觉得吧 我俩要生活在一起 肯定不会幸福的 因为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方式 我接受不了 你说像他这种这么强势 以后要万一真的走到离婚这步了 到时候是我精神出库 我感觉他有可能我都要精神出库这种 那我到时候出去睡大街啊 或者怎么样呢 不行 我感觉这几点 我俩性格还是不太能的啥 我 Phew 我感觉这种我不是这么强势的 在你过得一样 对那种不太能的 我们不会太能的 你那都不太能的